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利木鲁等人便准备离开会场好好地休息一番 然而就在这时 走廊里突然传来了骚动声 请轻等一下 利木鲁大人现在正在进行重要的会议 能察觉到我的入侵还真了不起 但是啊 难得我都主动过来了 那至少也得打个招呼嘛 从这个尊大的说话态度来看 来者毫无疑问就是最强的魔王奇异 虽然智慧之王表示奇异并没有敌意 但利木鲁还是慌忙地站起身来准备迎接 然而在利木鲁行动之前 迪亚布罗带着一脸不快的表情走向了房门口 看到迪亚布罗 奇异立马便打了个招呼 早啊 回去 没有理会最强的魔王奇异 迪亚布罗猛地关上了房门 因为事出突然 刚准备出去了利木鲁等人都愣在了原地 片刻之后 房门再次打开 奇异带着怒吼闯了进来 居然来访问重要的会议 昨天也好 今天也罢 我们这边都还没有准备好 请等待到招待邀请为止 都不要过来 迪亚布罗态度强硬地拔在了门口 将奇异挡在了外面 这一次 不仅是利木鲁 就连路米纳斯和莱昂也感到了震惊 在一旁偷偷地讨论了起来 还几乎与此同时地 感受到了奇异气息的红丸 苍蝇 原初之皇卡雷拉和原初之子乌爱提马 也都闯进了这个房间里 伴随着诸如 站着吗 要是你说开打 咋也会加油的 这种危险的话语 现场变得一片混乱 利木鲁咳嗽了两声 稍微地安抚了一下暴动的部下之后 便打算在此正式地接待奇异 于是 伴随着奇异的加入 会议在此开始 首先开口的是莱昂和路米纳斯 刚刚出现的卡雷拉和乌爱提马 让他们陷入了混乱之中 利木鲁 为什么原初之皇会在这里 妾生也要问问 另外一个人好像是原初之子 那是妾生的错觉吗 然而 听到这话的利木鲁一脸懵逼 原初之皇 原初之子是什么 不过 要说到刚刚出现的新人物的话 就是迪亚布罗带来的两个手下吧 利木鲁这么想着 把卡雷拉和乌爱提马 介绍给了在座的众人 于是 众人又一次陷入了震惊之中 卡雷拉 还有乌爱提马 你这家伙 难道给了那些家伙名字吗 只见莱昂大叫着站了起来 路米纳斯和奇异的眼神 也死死地盯在了利木鲁的身上 通过智慧之王的帮助 利木鲁才明白 所谓的原初是定义恶魔族的基准之一 也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初始的恶魔 包括迪亚布罗在内 这个世界上总共有七柱原初 分别以红 黄 青 绿 黑 白 子来进行区分 而现在 七柱中有四柱留在了魔国联邦 并且全员都已经被命名 也难怪他们的反应会这么巨大 随后 利木鲁表示自己一开始并不知情 完全不知道自己随手召唤而来的恶魔 居然这么强大 而这些话 成功地让包括智慧之王在内的全体人员都无语了 在那之后 利木鲁与被叫来的魔王迪诺 拉米利斯和暴风龙一起 被齐一狠狠地骂了一顿 内容大概便是世界势力间的平衡完全崩溃 因此导致世界的形势无法预料什么的 利木鲁也只能连连点头 想办法把话题敷衍过去 齐一是这个世界的调停者 这么多年里一直在做着维护平衡的工作 比如说为了让人类团结起来 齐一会定时地制作后端 让人们对其抱有恐惧之心 这样 在有这么一个共同的敌人的情况下 人类也就不会为了权力而日夜斗争不止了 可是利木鲁也出现打乱了齐一的计划 古兰贝尔死亡之后 罗佐一族对西侧诸国的支配权已经彻底崩溃了 在这种情况下 西侧诸国必定会发生内乱 所以我才让米撒利去平衣会捣乱 打算让平衣会加盟国的首脑阵容 再次认识到魔王的威胁 帮助他们团结一致 结果你猜怎么着 米撒利去袭击的会场里 不知怎么的泰斯塔罗莎也在那里 说到这里 齐一瞪了利木鲁一下 为了避免与泰斯塔罗莎冲突 卡萨利终止了作战 这都没什么 问题在这之后 如果无法利用恐怖让人类团结起来的话 西侧诸国的战争已经是必定会发生的事情了 毕竟人类就是这样的存在 在东支帝国即将出动的现在 西侧诸国的败北不是变成既定的事实了吗 这都是因为你的缘故哦利木鲁 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说来听听吧 听到这话的利木鲁愣了一下 一时之间禁不知该如何回答 毕竟自己完全没有想到 这居然关系到了人类的存亡 当时的他派遣泰斯塔罗莎过去 就真的只是想和人类共筑友好关系而已 不过就在利木鲁烦恼的时候 迪亚布罗却代替利木鲁站了起来 我等只是为了实现利木鲁大人的理想而已 其一 用恐怖来束缚人类只不过是无趣之法 就算是让人类感到恐惧而顺从 也无法完全利用出他们的能力 说到底 恐怖是会随着时间淡化的东西 不管是多么深刻的恐怖 到最后也只有仇恨会被遗留下来 仇恨不久就会变化成赠物 让他们只顾忙着将虐待自己的人复仇 毕竟 只会耍小聪明智慧不足的人类 是无法察觉到与我等的绝对力量差距的 就是为了防止变成这样 所以我才要执行学之肃清啊 哼 我说了没用的吧 人类是愚蠢的 只要世代有所交换 一切就会被当成无关紧要之物了 所以才要以和罗佐一点集中相议的方式 以新的经济形式来重新构筑 在某种程度上公平的国家关系 让人类产生未来是出于他们自己选择的错觉 如此一来 人们就会相信这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双手所创造出来的 掌握经济 借助不流血的战争 建立一切都事先决定好的 让更多人都获得幸福的社会 这便是能办永久的支配人类的做法 而管理这个系统的便是利姆鲁大人 以及我们的工作了 地亚布罗一脸认真的说出了震惊的结论 利姆鲁也点了点头 他确实是想要让人们过上父子的生活 提升文化产业的发展 不过其他的事情利姆鲁就完全没有考虑过了 享受过了幸福与和平 就会害怕失去吗?原来如此 没错 人们会感谢守护和平的利姆鲁大人 为了世界的安宁提供协助 这可比你想出的那种用恐怖进行支配的做法 要有效率得多 等到利姆鲁回过神来的时候 其一已经是一副理解了的表情点了点头 就连路米纳斯和莱昂以及他们的部下们 都以一副钦佩不移的眼神看着自己 这种时候完全不可能说出 其实我不是这么想的 这种夸来 于是利姆鲁一副胸有成竹的表情 与其一做下了约定 虽然说法夸张了点 但基本都没有错 我会用我的做法来实现世界的和平 就这样 在利姆鲁还没搞清楚状况的时候 就在巴西魔王的公认下获得了全权管理西色诸国的地位 其一到来的第二件事 便是关于帝国和优术的情报 就如之前的时间线一样 帝国已经开展了军事营链 打算入侵进入拉大森林 虽然不清楚战争的目的 但帝国的实力异常强大 必须得做好完全的准备措施 其次是关于优术的情报 作为中庸小丑联的boss 优术与之前的众多事件都有关联 例如作为东芝商人暗地里与佐罗一族接触 与魔王莱昂进行小孩子的交易 又或是拥立克雷曼为魔王 打算在背后进行操纵 但在与古兰贝亚一战中 打碎圣贵的优术一行人趁乱逃跑 在那之后便再也没有见到 还根据其一的说法 在他来的路上遇到了正准备逃往东芝帝国的优术等人 稍微的教训了一段之后 便本着以自己的游戏为主放走了他 让他在帝国好好的大闹一番 从来帮助实现其一自己的最终目的 将全人类都置于魔王的支配之下 虽然不清楚游戏的具体内容 但其一便是以这个为目标而行动的 就如刚刚所说的 让西色诸国陷入恐惧之中的计划 也是为了让西色诸国更容易被魔王利姆鲁所支配 虽然被利姆鲁体育间下手了 不过就结果来看 还是符合其一所期望的发展 一番讨论过后 利姆鲁等人决定先做好防御措施 而对优术等人先采取暗中观察的行动 随后会议进入了最后一部分 那边那个家伙不管怎么看都是勇者吧 关于这里你有什么要说明的吗 其一看着克罗耶这么询问了起来 对其一来说 虽然不知道轮回的事情 但克罗耶在与克罗诺亚的战斗中 决心成为了勇者这种事 还是知道个大概 不过利姆鲁他们并不打算 把详细的内容告诉其一 毕竟在之前的时间线里 其一曾经杀死过克罗耶 如果在这里知道了轮回的事情 到底会做出什么举动 谁也不敢保证 于是利姆鲁、莱昂、鲁比纳斯三人 将故事稍微的改编了一下 事情是这样的 克罗耶作为莱昂一直在寻找的人物 其身体拥有着一种特殊的力量 那便是不管以谁为对手 都可以将对手的力量 夺走封印起来的特殊体制 正是在这种力量的帮助下 利姆鲁才获得了战斗的胜利 在那决定胜负的关键一刻 克罗耶牺牲自己 将克罗诺亚封印了起来 于是便获得了勇者的力量 就这样 在三位魔王的极力配合下 其一半信半疑地接受了这个说法 不过 但是这样的家伙放着不管真的好吗 听到这话的一瞬间 蓝昂立马便站了起来 空气紧张地一触即发 不过其一打从一开始就没有释放杀意 稍微地冷静下来后 蓝昂警告了其一几句 便坐回了原位 然而就在大家都放松警惕的时候 事态的突变 让利姆鲁的心脏仿佛都冻结了 只见剑光闪过 其一握着一把长剑 朝克罗耶的脖子看去 速度之快 就连利姆鲁也完全无法阻止 只能露出绝望的表情 即将发生的惨剧 然而在下一个瞬间 只听一声清脆的碰撞声 小小的克罗耶已经变成了大人 接下了其一的战机 初次见面 魔王其一先生 虽然我是第一次见到你本人 但你果然很强呢 你也挺有两下子的不是吗 你叫克罗耶吧 能使用那种力量的家伙 包括我在内可没有几个哦 就这样 两人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 打了个招呼 但是利姆鲁却完全无法冷静下来 因为刚刚两人的动作 即便是延缓了百万倍的知觉速度 也完全看不见 是的 不是看不清 而是看不见 甚至连智慧之王也表示 克罗耶的动作无法鉴定 利姆鲁偷偷地环视了一下周围 只见其他人也是一脸发青的脸色 似乎在拼命地理解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只有迪亚布罗露出了很震惊的表情 似乎想起了什么 难怪 没有理会懵逼的众人 其一与克罗耶又一次挥舞起了刀剑 其过程就如同吊针动画一般 毫无连续性可言 不妙 就连我也看不清 利姆鲁这么想着 保持着不安的心情 强性地插入了克罗耶与其一之间 喂 别乱来啊 稍微搞错一点的话 你会被我们砍到的 就是说啊 利姆鲁 其一他并不是认真的 只是试探我一下而已啦 不过 你担心我 让我很开心 说完这话 克罗耶抱住利姆鲁了一下 就连这套动作也是吊针鼠劲 利姆鲁根本无法回避 不过多亏了利姆鲁的这一举动 路密纳斯和莱昂也都反应了过来 挡在克罗耶面前疯狂指责其一 还就在这时 智慧之王仿佛想到了什么 浮现出一种可能 究极能力时空之王 是统合了西游技能时空旅行的权能 那么个体名 克罗耶奥贝尔有可能能够操纵时间 时空之王是克罗耶复活的时候 获得的究极能力 按照智慧之王的说法 这个能力或许有着控制时间 也就是让时间静止的功能 所以在时间照常流动的旁人看来 他们的战斗才会像吊针一般 无法进行观测 也就是说 如果无法到达静止世界 不管自身多强都没有作用吗 想到这里 利姆鲁的冷汗在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 留个不停 这之后 被强烈指责的其一 做出了不会再对克罗耶出手的约定 会议便到此结束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 还请三人一波 如果你对本系列视频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的收藏夹里 点击播放全部 下一期的话 会讲讲帝国的莱克 点赞过4000便会有下一期 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啦 拜拜 哥哥 知道你很关心我 我很开心哦 但是 哥哥你不用这么担心 也没问题的 因为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即将离别的时候 克罗耶变成了大人的样子 抱住了莱昂 莱昂露出很温柔的笑容 摸了摸克罗耶的头 表示不管什么时候 都可以来依靠他 场面变得非常的温馨 然而 在转头看到利摸鲁的一瞬间 莱昂的视线变得异常的冰冷 克罗耶说他已经变成了大人 难不成是你 不是啊 我是无信的 不可能做出那种事吧 不知为何 莱昂似乎有着很大的误解 场面变得一片困乱 不愿意 我对了 对了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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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我们就觉得